马思纯晒素颜召唤带状泡疹眼皮发红马思纯为什么会带带状泡疹? 今日马思纯发布并晒涂一张配纹得了带状泡疹头皮是疼的脸上是痒的淋巴是肿的自拍一张给工作人员因为可能要耽误工作了于是发现自己皮肤真好照片中的马思纯带着眼镜眼睛额头多处红斑点 马思纯的带状泡疹满脸斑点眼睛红肿发纹调侃皮肤真好看到这样的马思纯粉丝留言心疼你照顾好自己快去看医生 不过马思纯似乎并没有为此事担心发纹颇有调侃之意先是自拍给工作人员看因为可能要耽误工作 对于马思纯的这一举动有人笑称特别向小时候给老师请假先拿证据给老师看 马思纯是内地影视女演员凭借剧情片七月余安生获得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这部影片是马思纯和周东宇主演的当时颁奖还闹出了小插曲 先宣布周东宇获得了最佳女主没想到又宣布马思纯也荣获最佳女主 两人在台上向用儿气非常感人 4月18日马思纯在微博上传一张照片留言称得了带状泡疹 头皮是疼的脸上是痒的淋巴是肿的 照片中明显看到马思纯的眼皮面颊和额头都已经发红 网友纷纷表示心疼 也有的小可爱科普严重性希望赶紧去医院 愿他早日康复 但是能看出马思纯还是蛮乐观的 晒自拍还不免调侃一下自己的皮肤 还是蛮好的真实心大的女汉指 可能是安抚一下粉丝们急切的心吧 春季时节最易引发皮肤过敏补水不够 或者因为花粉和灰尘的纷飞 很容易让一些过敏体式的人中腔 连明心理不能剿免 但是对于女演员来说 过敏真的是个很大的坑 遇到必须要出席的活动就很尴尬 不得不忍受痛苦去参加 形象上也不甚理想引发一些尴尬 无形有一次走红毯时眼睛就看起来很浮肿 整个人很迷离 无精打采 一下倒了十岁 分分钟就被刷上了热搜 好在之后在微博解释道是因为过敏严肿了 全身肿状态不好 并感谢了大家的关心 而过敏上热搜的女星还有蒋琴琴 据悉当时蒋琴琴是得了前麻疹 满脸的红脸很吓人 被媒体派到说到发服撞脸周壁唱 后来要不是她在微博解释过敏 不好意思下注大家了 大家还真以为穷摇女郎变胖了 当然细心的蒋琴琴还善意提醒了一下网友 过敏最好不要戴口罩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议论连累其他艺人 并晒照表示配合治疗已有成效 杨子之前也是得了前麻疹 晒照妥槽到连输了四天夜 没有什么效果真的是天都红颜 李冰冰一觉醒来看到自己的脸红成一片 变成了大花猫 最让人心疼得要说舒淇了 过敏体制的她 四年来深受折磨 经常在Instagram微博上妥槽自己 动不动就过敏感冒也不断复发 最后很无奈的感慨到什么时候能和过敏分手 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皮肤过敏太痛苦又麻烦 但是真的过敏了就得好好配合治疗 多休息 希望马斯纯净快康复吧 各位小仙女也要注意春季护肤了 最最重要是的提高自身免疫力啊 但是对于女演员来说过敏真的是个很大的坑 遇到必须要出席的活动就很尴尬 不得不忍受痛苦去参加 形象上也不顺理想引发一些尴尬 无形有一次走红毯时眼睛就看起来很浮肿 整个人很迷离 无精打采 一下老了十岁 分分钟就被刷上了热搜 好在时候在微博解释到是因为过敏严肿了 全身肿状态不好 并感谢了大家的关心 而过敏上热搜的女星还有蒋琴琴 据悉当时蒋琴琴是得了前麻疹 满脸的红脸很吓人 被媒体派到说到发服装脸周比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